很久沒拍過新影片 今次想跟大家分享我近日經常化的妝 希望你們喜歡吧 夏天很容易出油和出汗 我也會選擇控油比較強的Bass 去打底令妝保持得更好 為了減輕皮膚的負擔 我也會用水感比較強的臉霜 去混合粉底 比例是2比1 妝感會比較透薄 說到遮瑕又如何少得我這兩件法寶 照舊都是在眼底、鼻翼和嘴角 這些比較暗沉的地方想打亮 然後再用手指印開 之後在黑眼圈最深的位置點上遮瑕膏 記住不要在眼睫毛根部開始 接著用遮瑕掃遮瑕疵位 T字位和剛剛遮瑕的地方 可以用碎粉掃壓一壓 其他不容易出油的位置 輕輕地掃一下就可以了 眉毛方面可以跟著自己的眉型畫 就可以了 從眉峰開始畫 補一些眉毛比較疏的位置 對於像我這些眼皮容易出油的人 上眼影之前就一定要上primer 這樣就可以令到之後的眼妝更加持久 接著就可以用一個泥黃色 掃在眼皮上面作為今次眼妝的底色 再把這個帶一點點閃的橙金色眼影掃在眼窩位 也是那句 顏色也是逐點逐點加上去 不要太貪心一次過上太多 我也不知道怎樣形容這顏色 總之就是紅紅的啡啡的 又帶點古銅色 掃在雙眼皮位後三分一 又是那句 逐點逐點加深腿 然後就用這個沒有帶閃粉的咖啡色 去取代眼線筆 來回掃在眼線位和雙眼皮後三分一 去加強心碎感 再用一枝啡色的眼線筆 在眼尾開始畫起 畫一條右的眼線去調整一下眼影 下眼線位就用一枝深咖啡色的眼線筆 畫到三分一 然後再用剛才用的咖啡色去blend鬆它 接著就可以夾眼睫毛和塑膜 記得要選擇用一些防水比較強的咖啡色 我現在用這兩枝 我覺得效果都不差 在眼球中央點一些金黃色的眼影 整個眼妝就完成了 我就用了一個偏橙和大珠光的胭脂掃在蘋果肌位 再掃一點bronzer 看上去就會有一個很好的健康膚色 塗上一個粉紅色的唇膏 塗完之後就可以用紙巾印一印嘴 顏色就可以保持久一點 如果沒有定妝水的話 也可以用一些保濕spray 噴一噴臉 妝就會更加貼服 噴完臉 整個妝就完成好了 如果這個妝配合今年流行的橙色或橙紅色唇膏 妝感也會變得不一樣 看上去就更有夏日氣息 這次就是這樣 我們下次再見 拜拜